美媒公布NBA2024年选秀预测 超级选秀小年 布朗尼、杨汉森纷纷落选 近期美国著名体育媒体ESPN 公布了NBA2024年的模拟选秀名单 其中华裔球员周志豪排在第13顺位 而詹姆斯之子布朗尼和中国球员杨汉森 都不在这份名单当中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 2024年的前十顺位都是谁 第十顺位 罗恩、霍兰德 霍兰德身高2米03 臂展2米16 运动能力出色 防守能力突出 具有一定三分球能力的运动型空间侧翼球员 与其说他是一名小前锋 不如说他像是一个空间型大前锋 他在高中时期就是五星高中生 在高中时曾经带领球队 拿下35胜一负的战绩夺冠 并且还被一家体育媒体评价为全美低高中生 霍兰德的潜力非常大 之前甚至一度被放进状元热门的讨论当中 高中毕业之后 霍兰德加盟了NBA发展联盟的点燃队 但在最新一期的排行榜中 霍兰德的顺位大跌 调到了目前的第十顺位左右 其中最大的两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他在点燃队打球受伤 宣布剩下的比赛不打了 尽管他在发展联盟 场均可以拿到20加6加3的数据 但伤病对于新秀的选秀前景是致命的 第二就是因为他的身高造假 霍兰德报的身高是2米03 但其实他的真实身高只有一米98 跟他此前上报的2米03 足足差了5厘米 第九顺位 凯尔·菲利波夫斯基 别看这位球员的名字额位十足 但其实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菲利波夫斯基身高2米13臂斩2米08 目前在杜克大学上大二 菲利波夫斯基是一个全能球员 他有着不错的低位背身脚步 以及一些三分线外的投射能力 还有一定的面框持球能力 在防守端 他的脚步移动速度也不慢 能够换防一些小哥的风险球员 但他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全能球员说好听点的就是万金油 说不好听就是什么也不惊 菲利波夫斯基就是这样的球员 他并没有一种特别擅长的稳定得奔手段 而且他的对抗能力较差 在上篮时很容易就变形 他的终结能力较差 再加上他的臂展较短 他目前所展现的能力 非常像他的模板 凯利 奥里尼克 第八顺位 以赛亚 科里尔 科里尔是2023届的全美低高中生 科里尔身高1米93 在高四赛季的时候 场均可以得到19.6分和6.8助攻 并且当选奈什密斯全美低高中生 科里尔的运动能力极其出色 并且 我们光看他的这个身材 就知道 他属于对抗能力很强的重型后卫 他能够轻松的碾压同位置的球员 来进行突破造杀伤 但是科里尔的最大短板 就是他的三分球 实在是太烂了 从高中到大学 他的三分球 仿佛没有丝毫长进 虽然科里尔是控球后卫 但他并不是暗中传统控位 而更像是现代篮球的双能卫 本质上还是通过进攻来吸引防守 从而给队友创造机会的类型 再加上本赛季 他又有伤病隐患 所以他才调到了第八顺位 第七顺位 甲科比 沃尔特 这个甲科比实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身高1米96臂斩2米06 今年19岁 在场上打得分后卫 选秀母版是德恩布克 他的优点 是一个得分能力很强的球员 沃尔特在进攻端 有着相当出色的投射能力 他的中距离投篮和三分球能力 都有相当不错的稳定性 并且 他的持球能力和无球能力都非常强 可以适用于任何体系之下 简单来讲 沃尔特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功能性较为单一的春德分手 缺点方面 甲科比的身材过于瘦弱 他属于那种瘦高型的球员 肩宽非常的窄 很难挂上肉 所以 在未来进入NBA之后 未必会变得更加强壮 再加上他本身脚步移动速度较慢 所以 未来他可能会成为防守飞动 第六顺位 尼古拉 脱皮奇 这是一名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员 他身高1米98臂斩2米13 今年只有18岁 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 母版是东气奇 他的运球技术 可能没有东气奇那么华丽 但脱皮奇的基本功非常扎实 同时 脱皮奇的篮球智商非常高 他的突破能力比较出色 同时 组织能力也比较出众 在有了东气奇和约基奇这两位 篮球智商天花板的球员之后 NBA球探 对于这一类的欧洲球员 都有着极高的评价 缺点方面 脱皮奇的三分球并不稳定 以及他的脚步横移速度较慢 这让他在面对一些持球型的球员时 会打得非常挣扎 再加上脱皮奇的身材过于瘦弱 对抗能力也比较差 第五顺位 科迪·威廉姆斯 科迪·威廉姆斯 是目前雷霆队的杰伦·威廉姆斯的地理 他身高2米03臂斩2米18 拥有着比他哥哥更强的静态天赋 并且运动能力同样的出色 身为一名封线球员 他的传控水平 科迪的存在算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球员 选秀模板是森林郎的杰登·麦克·丹尼尔斯 而在防守上面科迪的尺寸够大 并且他的移动速度非常出色 再加上他极其变态的臂展 所以科迪的外线防守面积将会非常大 缺点方面 科迪的现在过于瘦弱 这是每个新秀基本上共通的问题 再加上他的持球能力较差 以及外线投射能力不行 科迪以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线防守大闸 但进攻上的天赋 现在尚未看到 总的来说 他是一个还未经雕琢的蒲玉 第四顺位 马塔斯·布泽利斯 布泽利斯来自于立陶宛 今年只有19岁 身高2米08臂斩2米01 而且据说他的身高现在还在长 可以说又是一个白人也能飞的代表 光看这个称号就能知道 他的运动能力有多强 而他的打法也是纯美式的打法 打法和固兰特非常像 简单的来讲 他就是一个拥有着内线的身高 和外线技术的封线球员 他的动静太天赋都非常的出色 这也在之前一度让他排在了各大选秀榜单里状元的位置 而缺点方面 他的持球能力和投射能力 很难在高水平的比赛上面展现出来 再加上他的身材太瘦 防守端的问题非常大 总结来讲他目前并没有打NBA的水平 他的潜力非常的大 但同时风险也很大 第三顺位 罗伯特 迪利汉姆 迪利汉姆在高中时期并不显眼 他在ESPN的全美排名榜单中 仅仅只排在第37位 仅得到了一个四星高中生的称号 而现在迪利汉姆已经来到了选秀的前三位 目前他只有18岁 身高1米91 在肯塔基大学校里 场均可以得到14分 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2% 迪利汉姆是一个标准的美式流水线后卫 非常典型的美式后卫打法 速度极快 运球技术娴熟 爆发力非常的强 缺点方面 迪利汉姆的体重太轻 1米9的身高 体重却只有不到80公斤 这让他很难去适应NBA级别的对抗 进攻和防守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简单来说 他的打法非常像 76人的马克西 第二顺位 亚历克斯 萨尔 这是一名来自于法国的球员 今年萨尔 只有18岁 他身高2米16 臂展为2米25 在场上四肢大前锋和中锋 他是一个类似于霍姆格伦和文斑亚马的球员 我们在本赛季可以看到 这两位球员到底有多么的天赋异比 而身为同类型的萨尔 自然也得到了众多NBA球探们的关注 他虽然身高有2米16 但他却能够从三分线外发起进攻 最开始萨尔只是一个纯篮领中锋 但随着持球技巧的精进 萨尔开始增多持球戏份 这也是他为什么之前能被杨汉森打爆 现在已经成为了状元热门之一 缺点方面 萨尔的技术成熟度还不行 以及他的体重太轻 篮下卡位能力不行 未来他在进攻端能够开发成什么样 还得打一个问号 第一顺位 扎卡里 李萨谢 又是一个来自于法国的球员 李萨谢今年18岁 身高2米06 臂展为2米08 因为他在U19男篮上的出色发挥 因此也是得到了很多美眉的关注 李萨谢拥有着很好的防守能力和投射能力 被认为会成为顶级侧翼的球员 下线也是出色的3D球员 也正是因为极高的下线 让他的顺位如此之高 但其实2024年是NBA历史上少有的选秀小年 这一年并没有那种天赋高到吓人的新秀 所以谁当状元都有可能 这主要还是取决于状元牵在哪支球队手里